第二次 團結一聚 賴梢合體23號現身基隆 進行感恩便當會 但不只來謝票 在這之前也先回一趟萬里老家 也起手比愛心 賴清德特別在老家附近餐廳宴請一桌 為老立委落選人在選戰中的新樓 送是謝珮芬 莊敬成紛紛PO文分享 而賴清德除了聆聽前線想法 也和蕭美琴分享自己的過來人經驗 蕭美琴副總統她也勉勵大家說 現在大家落選的心境其實她很了解 因為她自己的人生中 包含初選總共選過六次 其中有三次都是落選 其實現場的氣氛 我覺得算是蠻溫馨的 這次的挫敗當中可以再一次的成長 那我想未來呢 其實都還是有非常好的發展的機會 蕭美琴副總統特別點名我的部分 那因為她覺得我哭得很難過 接下來就往前看 未來下一次的選戰能有更好的一個成績 雙美琴時間暖心安慰 這次宴會參選台東縣立委吞敗的賴昆成 更帶上賴清德畫像給本尊簽名 用餐前也特地到萬里老家籌選 開直播和網友互動 來到傳說中的賴皮寮 這裡居然也誕生了台灣總統 不過這一句賴皮寮難道不怕自家黨主席不開心嗎 在昆成他來到現場的時候 他也有說他剛剛先去看賴皮寮 但是我看主席的神社並沒有任何的不悅 我們昨天參選的地點 其實就是他從小到大長大的環境 也鼓勵大家去他的這個老家可以來看一下 在現場的吳針趕緊解釋賴清德沒有神情不悅 年前舉辦安慰宴宋男選戰遺珠之汗 也鼓勵基層不放棄再劫再厲 本新聞綜合報導